音乐是水 电影电视剧对我来说是气泡水 没有人会在乎你做对了什么 没有人在乎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在乎你做了什么 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份梦想 我说如果你跟我一样 吹过这么大的牛 想带你欢迎走向世界 有时候自己看着镜子都会问自己 说到底哪个是长年轻 一星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年少成名什么看法 你打算挣多少钱才觉得够 年少成名他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太过于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 观念的不成熟 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跟判断 对我来说其实 现在经济各方面其实也够了 也给家人购置了房子买了车 虽然我自己没有 因为我一般在活动的时候 都会有会帮我 品牌方会帮我订酒店 会帮我要到车 然后其实一般也不是很需要出行到别的地方 因为一天的行程都排的相对比较满 自己都用不上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做 是可以去买 但是看看自己的需要吧 如果自己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买 但是也会有一些限制吧 薛老师 您通过奇葩说 也寄进了流量的意员 刚开始吧 你怎么看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挺神奇的 也挺好玩的 我自己 以前也很多人知道我 但是知道我的圈子 是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 现在就好像不一样 在很多公共场合都会有人认得 一开始人家问我 会不会有偶像包袱 我说不会有 我无所谓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明星 但其实后来发现 多少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 要说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坐飞机的时候 我总喜欢定我的座位 是坐窗口边上 这样我不受干扰 但后来呢 是因为薄奇葩说 很多空姐都会认得我 就会问我要签名 跟我说话 所以我觉得对我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不太好 会骚扰到她 所以我后来就定位置 我都定到中间去 这样方便那个空姐 万一要跟我要签名 要跟我聊天 我可以坐到中间去 谁知道我坐到中间以后呢 七八说已经播完了 那他们的热情程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也没有人来找我了 所以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落差 一新我发现你有很多粉丝 在微博上你有四千多万的粉丝 我只有三百多万 很多还是最近涨的 你有那么多的粉丝 你担心掉粉吗 你有偶像包袱吗 我最近应该发现 我应该是有偶像包袱的人 最近才发现 对 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梦想 说个句很好笑的话 我说我希望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 对 为什么好像 对于别人来说是好像 为什么 因为别人觉得你做不到 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 是哪个做不到 是带领华语音乐做不到 还是走向世界做不到 他们觉得我做不到 两个都做不到 就两点 带领华语音乐做不到 走向世界更做不到 应该是吧 但你现在还有这梦想吗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一直在找到国内流行音乐 因为我从小就在 国内流行音乐的环节里面熏陶 然后听了这么多年的音乐 包括到后来我到国外的市场发展 然后再接触到 另外一个国度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其实希望的 就是把所有好的东西吸收到一块 然后迸发出一个新的东西 人家觉得你好笑 你自己觉得好笑 你现在还有这个梦想 有啊 你还坚持这个梦想 那就不好笑 那就是个严肃的事情 很值得追求的事情 谢谢 这次我就做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个人背起 没告诉人 没有 那还是得告诉你 不然别人慌了 我直接一个人背起心 然后去了美国 去做音乐 去遇到美国的朋友一起做音乐 然后六天做了一时五首歌 是没日没夜的做吗 基本上是除了时差 就是早的 那个睡觉的时间以外 基本全都是在做音乐 我本来是想去消个假 只是想说 没想到的 本来不准备去创作的 对 就是但是 你在那边做音乐 就会有很多人觉得 跟你做音乐很开心 你也你蛮棒的 希望跟你再多合作两首 那你就再合作 那好有意思 对啊 音乐人来说确实是挺嗨的 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音乐创作也好 文学创作也好 甚至我们经济学的创作也好 任何一个创作人 他同时都兼具两个环节 一个是创作 一个是鉴赏 但你有没有发现在 所有的鉴赏过程中间 有一个是必不可少 就是你的主观 对这个东西的判断 对啊 这个判断就要 你就要品位就要提高 所以我就在找这样 你就要找这个风格 对 你刚才说那个音乐形式叫什么 叫能够会合所有的风格的音乐形式 我叫 我把它统称为MPART 叫做Mix Mandarin Part Mix Mandarin Part 其实最重要是mix 因为所有东西都全球化 所以音乐也是一样 我希望做的这个MPART 我是一个提倡者 我希望做这个风格 把所有好的音乐的风格 都聚集到一起 然后有一种新的风格 来能够产生 但具体这个 具体是产生一种 什么样的新的风格 我还需要跟所有的 音乐制作人一起去探索 但你最后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 我不是想要讨好所有的人 而是我希望 一定要很鲜明 到时候可能会有人很讨厌你 但是也有人很喜欢你 宽波老师他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叫艺术好戏 对我看过 但我不认得你 我只记得书琪 对对对很美 那其实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也得到了很多大家认可 其实他比一个 我做一个音乐专辑 要得到认可 来的快的多 而且传播度要广的多 但电影不是你最喜欢的 是这意思吗 你对外承认吗 我这么评判我的音乐跟影视方面的关系 我觉得对我来说音乐是水 音乐是水 电影电视剧对我来说是气泡水 OK 那你有没有想过用电影来养音乐 我就是这么做的 你就这么做 我就这么做 我今天听到一个姐姐跟我说一段话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挺受益的 他说没有人会在乎你做对了什么 没有人在乎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在乎你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 你不会 你想想你做了一件事情 你做出来 有一万人批评你 你认为值得做这件事情 你会倒过来想 你会倒过来想 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 那一万个骂你的人 他们会对你怎样 他们会表扬你吗 你会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吗 不会嘛 不会嘛 所以做什么才是最重要 你的微博名叫努力努力再努力 这对很多年轻人 对你的粉丝来说 就是一种很好的激励 其实这样的 我在一个节目上面说过这个事 我说如果你跟我一样 吹过这么大的牛 想带你花园月走向世界 你也得努力 还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其实就是我也不想努力 因为对我来说 我知道我自己 不够完美 所以我一定要用不断的去学东西 去武装自己 让自己变得完美 才能够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像你这种偶像 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的 因为其实许多年轻人 他们刚刚从父母的呵护当中摆脱出来 有一点自我的空间 但是又没有找到很好的朋友 其实内心是挺孤独的 这时候如果他有一个愿意努力的偶像的话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自己也吹过一个小小的牛 我说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经济学带来的乐趣 每一个中国人 那我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好一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现在非常红曝光很多参加很多的综艺节目 你会觉得怕曝光太多吗 曝光太多我觉得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去参加每个活动对我来说 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真的是想要找到自己 就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说太多了 不是说太多了 只是通过这个节目去找寻到自己 因为每个节目它的类型是不同种类的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不同种类的真正的自我的表达 然后能够让别人或者是自己能够找到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张艺兴 包括我遇到了不同的人 包括跟您打交道 包括跟我不同的这些伙伴们打交道的时候 其实我总能感受到我一直在变化 这个变化可能是一点点的变化 或者是在慢慢的积累的一个变化 但是反正每次都觉得自己不一样 有时候自己看到镜子都会问自己 说到底哪个是张艺兴 什么是张艺兴 哪个是张艺兴 都不知道 现在为止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真的好难说 好难去解释这个感受 就是对我来说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这么做的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产生怀疑呢 因为我跟不同的人的交谈过程中间 我发现了别人在说他那套理论的时候的那一依据 而且他那个依据是有理可证 有据可证 所以在我在想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往那方面靠呢 那我自己现在是不是能往那方面靠呢 那是不是往那方面靠的就是我真正自己呢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年轻人在纠结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27了 27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你要放弃任何的东西变成你 你要变成我要不要换 现在的人的寿命知道多少吗 现在的人的寿命是超过100岁的 所以你现在只不过是用生命的一个零头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那太值得了 而且你不知道自己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过程谁都会有 风格 固定的风格 是慢慢形成的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